迎接兔年花蓮各人气景点除了除夕一天公休 大年初一都相继营业迎接游客 包含花蓮市松原别馆以及吉安庆修院都信不少民众前来 尽管初三的天气全台冷嗖嗖 松原别馆当天有1200多人入园 庆修院到初一到初四也累计超过1万人来走村 迎接兔年花蓮各知名人气景点除了除夕一天公休 大年初一都相继营业迎接游客 吸引不少返乡民众和初游旅客来去走村 位在花蓮市的松原别馆 于春节期间就寄出超值新春福袋 以及兔兔园区寻中兑换小礼物 消费即赞兔兔祈福卡等活动 初一至初四共计约有3300多人入园 即使初三全台冷嗖嗖 依旧吸引1200多人打卡拍照 位在吉安庄的吉安庆修院 尽管2023跨年并未举办敲钟祈福活动 但延续往年开春限量发送生肖开运金币 只要初一至初五购买全票 即赠送每日限量200份的兔年开运金 今年赠送日本流通的五元硬币 应日与发音协同育员 象征解好员放在钱包招财器 开员不到一小时就发完 初一至初四也幸运累计约有14000多人入园参观 位在花蓮市的检察长宿舍 同样春节不打烊 有人气柴犬坐镇的卡比小麦所斗宅检察社 在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范围内用餐 小年夜至初四 六天也累计超过千人朝圣 配合兔年开春 也推出特制的和果子等日式甜点礼盒 期盼让春节走春的花蓮民众 都能有个愉快难忘的假期 记得蒋邦彦大花蓮报导 既是总统的花蓮